就这个五花肉你可别冗顿的吃了 今天叫老铁门做一个新的吃法 香辣酥脆 烧烤紫盐味 那可牢香了 要想这道菜好吃 必须选择下五花 肥瘦相见口感不腻 咱们先把五花肉呱呱猪毛 然后切成长条 再给它切成小块 随后加上大块的葱酱 半勺料酒去性 加半勺生抽 少许的蚝油 少许的老抽给它调个散 再加少许的精盐 鸡精 多放一些胡椒粉 九十九的芝麻 九十九的芷盐 再加一小勺辣椒面 最后打一个奔鸡蛋 用我的小胖手 咱们给它抓匀 焰漬五分钟 最后加一大勺的玉米淀粉 然后给它抓匀 干的话可以加少量的清水 这个粉不需要太厚 薄薄的一层口感更加 最后加半勺油 给它放出水分 加油呢 在炸的时候它不容易粘连 咱们有很多老铁 在家做过油菜 它掌握不好油温 今天我教你 像我这样试一下 这就是六成热 这个时候咱们把五花肉 一块一块的下锅炸 咱们在家里做过油菜 通常都是油温地 所以咱们一次不要下的太多了 第一锅给它炸至定型 然后咱们给它烙出去 再下第二锅 这样分皮往锅底下 不管你是炸什么 它都不容易粘连 五花肉全部炸完 把之前炸好的一起给它回油 全程开中火去炸 把五花肉炸熟 然后咱们给它烙出去 家人们有很多老铁留言说 这个五花肉不去皮去炸 它不蹦吗 今天我告诉你 它不蹦 因为它咱们挂上淀粉了 这样它就不蹦 视频落着 别忘了给它来双击 就朝屏幕点点它就行 小胖祝大家新年快乐 感谢大家 等油温再次回省 咱们把五花肉炸第二边 这样炸是外出理论的关键 把五花肉炸的金黄酥脆 炸的干血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国了 听听这个声音 咬上一口那可老香了 这要是配上两瓶小啤酒 高低能把皮鞋给你喝丢了